美国总统拜登到维吉尼亚州造势 但演讲到一半却被台下打断 演讲主题明明是堕胎拳 支持巴勒斯坦的观众 却不止一次闹场 每次有人抗议 现场支持者只好喊口号 想办法用音量盖过示威 自己的造势场合搞不定 更别说来自竞争对手的攻击 前美国总统川普一边骂拜登 一边参加新罕部下州共和党初选 才开票没多久 美国各大媒体就预测川普拿下过半票数 上星期第一站爱河华州大售 这次中立选民更多的心罕部下 如果也赢了 可以说川普获得提名大事一定 不过对手海力还没放弃 已经表态至少会坚持到 二月底自己主场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 TVBS新闻众号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